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经济人部的李国庆 港股今天有些冲高回落的迹象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 以息之后 未讲题目之前 先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新指数升了89点 收报23759点 成交都相当活跃 有866亿 昨晚联储局议息维持利率不变 不过也暗示今年会加次息 市场估计很大可能都是在12月份加息 港股今天先冲高后回落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昨晚美股升得不错 升了160几点 大家看看道指这幅图 道指昨晚上升了163点 收报1293 那你见得到 刚刚就是后秋去到原本的支持轨 现在变成阻力线的位置 今晚能不能升穿这条线 就比较关键了 如果能够升到这条颈线位之上 那就应该对港股有刺激作用的 相反如果上不到去颈线又回落 就会利淡港股了 今天恒新指冲高回落 最高的时候 今天见过24000点 楼上的 高见24058 但是可惜 在这个中午 收市之前已经开始回吐了 一点钟之后 跌幅就扩大了 一度就失手23700点 好在最后 都站在23700点之上 好我们看看日线图 日线图今天变成了一个 好像乌云丐顶的走势 如果跟 月初 9月9号 这个顶 来相比 就低一点点 当时那个顶 就24364 今天就24058 相差接近300点 200多点 会不会形成双顶 都要看美股的走势 是否可以上得上去 今天有点充高回落 而且大成交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国企指数 今天也是充高回落 今天最高见过 是1089点 和9号那个高位 相较 当时是10209点 今天就大概差80点 会不会形成这个双顶 又是看看外围走势怎样了 今天又是似有些乌云丐顶 高位有些冲不上去的迹象 那关键在哪里呢 恒指的关键呢 就是14号那个低位 当时的低位是23155点 这个就是主要支持位 希望不会失手这个 否则如果跌穿这个 就可能会形成双顶格局的 那相反如果升得穿 9号那个高位 234366点 这样的话就有机会就冲255了 国企指数 一样留意着这个颈线位 是9511 是9月15号做的 这个低位比恒指是迟了一天的 那又是了 如果跌穿这儿 就可能是双顶派发的格局 大家要注意了 那相反如果升得穿 9月9号那个高位 95 sorry 是10,209点的话 但是当它10,208点 升得穿 那就是好世界了 有机会上冲11,000点的 好了今天恒指呢 以这个神华升幅最大 你见得到 连续三支阳竹冲上去 这个走势理想有机会破到顶的 在这个淡市之中 竟然有这种股份 大家看一下 留意一下 好了美国暂时不加息 也都对这个Viz有利了 那领展成为这个 恒指升幅房 第二大的股份 今天上升了 成2.7个percent 又是了 还行了一段日子 如果这些冲倒上去破岛顶 就好世界了 冲倒破岛的话 有机会呢 就上望60这样 那外围其实现在的形势呢 就比较复杂一点的 其实你见得到 美汇指数就回落 照计就有利港股 那港股大金就冲高又回落 所以呢 其实情况有些不明朗的 那十年期债息又下回来 但是呢 虽然它下回来 但是还是在 过去这段怀恒日子的顶之上 那这个所以就是个关键 就是说市场觉得 虽然今次不加 但是也是要加的 好了 那今天分析就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